引爆汤汁 豬腿肉大減價 原本是 LR£1L 1公斤 2.5英镑1公斤 我这块猪腿肉1.6公斤 我买了4英镑 大约40港元 但是这么大块猪肉 一餐吃不完 所以我放些盐野叶 放入冰箱 分开几次吃 这个猪肉不要洗 因为湿了水怕有细菌 会令猪肉容易变坏 用厨房纸印表面的水分 放入冰箱 这里1.6公斤猪肉 大约放入1.5汤匙 至2汤匙粗盐盐 就先放入冰箱 にんにく 入冰箱 盖袍铅 只放冰箱 通常四至五日内吃完 2日9日 入冰箱 入冰箱 鱼肉 今天和大家分享荷蘭豆炒鹹肉 這是醃鹹豬肉 400克 荷蘭豆200克 我買的時候已經去定了 如果還沒撕掉就自己撕掉 還有薑 紅蔥頭 和蒜頭 鹹肉 這個豬肉醃過 蠻鹹的 先洗一下 這個荷蘭豆搓出水 放一片薑 少許糖 飛水幾十秒就可以了 不需要出水太久 我這裡有一些肥肉 可以先爆一下 或者不要也不要緊 爆完這些肥肉之後 爆一下這些鹹肉 如果鹹肉醃得很鹹 可以先飛一下水 放一下era 些不同的豆 notes 加雞 蒜頭 紅蔥頭 炒到咸肉熟的时候 加入酒 加少许糖 不需要加盐 因为咸肉是有味的 大约1汤匙绍兴酒 如果不喜欢酒味可以不要加 盖上锅盖烤10秒 给汁有少许汁可以埋一个薄剑 这个不埋也可以 可以上碟了 干净的话 我们下一个小时 他要稳定的乳酸需优独特 我会用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